发起进攻 上路打得很嗨 所以去上路崩 咱们每次听完猪蟹的时候 上下路稍微看一看 哪条路打得凶就去哪条路 大残鱼机跑掉了 但是我有闪心 嘿嘿 这里 我应该是走不掉了 冷静 送他 吃个恢复 别死 他血包吃了 2-0开门 所以说 反是我上路走了 打个野野战 河道这么多人 他们可能走河道的 菲菲不要乱跑 来了 哎 哎呦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该往下路走一走的 抓下路的时候 要小心橘子金 两段一技能还有个闪现 所以咱们在这里等一等 等他们两打 他头像这么动了一下 就说明这小子又一技能了 这样的话我可以来了 哎哎呀 怎么还有个闪现 哎 没有关系 看我的 接下来 看我操作 复活猪落 先不管 打野应该会帮我吃鲜的 我直接来下路 谁也想不到 任何人都想不到 哪怕是我们家狂铁 他到现在都有点 晕晕乎乎的 这打鸡怎么又来了 不要急 等等 哎呦 小橘子 沉默的橘子 你现在要变悲伤又沉默的橘子了 我假装哥哥是已经走到单 实际上 等一等 他兵线往前走一点点 好 这个位置很刁钻 很好 橘子金等一下过来 配合我们家狂铁 他又得死 打几前期 蹲人就这么蹲 他要配合队友 只要那个沉默的橘子 过来就好 他死了 不是哥 你大了 你没事 把大用的干什么呀 你不知道大招很重要的吗 不然他为什么叫大招呢 到了中期 还是继续盯着沉默的橘子 哎呀 怎么每次你都有闪现的呀 你闪现在哪里批发的 给我也批发一点 找橘子金 橘子金现在已经0.5了 争取把它打成0.7 这下没闪现了 哦是吧 快走 我们这下不打了 你们自己慢慢玩 我感觉再打下去 其实挺危险的 走了 嘿嘿嘿 小妹妹 往来你走 叔叔来追你了 我肯定有人架过我追 我的鞋子跑得飞快 不怕你 我还是不信的好吧 你等等我 等等我 你还真等啊 我真就 我打不死你 把上线带了 但是我队友好像打不过 这鱼鸡有点厉害哦 哇塞 这鱼鸡真有点厉害 我有办法 我来这里蹲 上路逼界肯定要来的 你就算打得再好 在我面前也是个小脆皮 来了 哦呦 哎 这鲁子怎么还在呀 你回去烧煤吧 你不要跟着我 前中期平安度过了 现在到了激动人心的 后期守高地环境 呵呵 我都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守高地了 放完技能我就跑 还把鲁子给打给打出来了 好样的 这鱼鸡打得好凶啊 这个来的一技能 快有谁敢来 哎呀 好我这鲁鸡做出来了 这鲁鸡鸡鸡大哥保佑我 咱们要想办法 得打出去 一纸守高地不是个事的 往前走 上路应该有人的代谢 是个炉子 你俩的人约 这次一笔算轻的 丢死 完了 没人来 没有人 没人 我走一走 不急不急不急 你鲁鸡 我在等技能 你在等什么 炉子炉子 你还敢过来铁我 追不上 好让我再等等 让我想想办法 我已经感觉到要翻牌了 注意 这里有个冰线 捉住哪个 只有一个鱼鸡 这大爷你给我过来 哎 来了 这鱼鸡要来 肯定 哎呀一步了 哎呦没人 不急找一下 小莫的橘子 又找到你了 我不找他 我来草野蹲好 哎呀 因为正常来说 对面肯定想着去支援 他们家橘子的 可惜他们草野有个眼睛 不过我还有办法 我踩掉这个眼睛 假装走了 我再回来 观察好 对面那四个人想干什么 如果他们一时八回不过来 不过来的就好啊 橘子筋啊 往后揉一下 我从后面绕过来了 哎嘿嘿都死了 差点就被这鱼鸡给翻翻了 不要跟叔叔玩老鸡 你玩不过叔叔的 沉默的橘子 这下真的要沉默了 好 好 好